这样的精神去打 他就是 造不了资本 造不了韩国 那我们呢 又完了 对不对 可以说如果要像今天这场比赛要打的话 我感觉世界被冲出去的希望为零 你对这场球的比赛满意吗 确实不满意 一点都不满意 为什么 没有打出一点特点出来 中场和后外特决太大 我可以这样说 这是骗了咱们中国球迷 没有真正打出中国人的水平出来 怎么可以这么打呢 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马尔代夫队 中国球迷对这场比赛的要求不是三分 而是一个话题 那就是中国队能打进对手多少个球 中国队最终打进了十个 但是马尔代夫队也打进了一个 进球的刹那 马尔代夫队得到了主场般的欢呼 我们积极中国足球第七次攻击世界杯的梦想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 必将会从心安生起 中文字幕提供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